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在煮红酒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喝酒的 然后这样子的风味会觉得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还蛮特别的地方是 我没有想到里面会有杭菊 煎茶 这种比较跟西方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做联想的食材 所以加在里面没有想到也很好喝 我也觉得在12月圣诞节的这个季节 是跟朋友家人分享香料红酒最好的季节 我觉得有仪式感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所以都要在这样子平凡的生活里面找一点乐趣 认真的工作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富足的生活 去跟朋友相聚 去享受美食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生活里面的人 能够找到这种生活里面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